大量的黑人 却放着自由的国度不呆 千里迢迢的跑到南非去打工 为什么呢 南非挣得多 他们在自己国家很难生存 失业贫穷疾病 那么去了南非呢 虽然人格上政治待遇上很差 可是呢 我毕竟能挣到钱 我可以养家糊口 所以当时形成了一种很吊诡的现象 南非的很多有识之士 到其他国家寻求支持 为了推翻种族隔离制度 而这些自由国度的人 反而要跑到南非那里 接受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剥削 接受南非资本家的剥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南非的黑人 当时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样 虽然说他政治上受歧视 可是呢 他生活上基本是无忧无虑 而且当时呢 南非的黑人呢 他也并不排斥外来黑人 因为饭碗多的用不完 由于当时种族隔离制度的实行呢 黑白要坚决分明 就需要给黑人呢 因为他需要黑人劳动力嘛 那需要给这些黑人呢 有配套的生活服务设施啊 甚至连足球联赛都黑白分明 所以这又客观上提供了 大量的工作岗位 而这些工作岗位呢 往往用外来的这些非洲黑人来填补 所以在当时经济高度发达的状态之下呢 这都不是问题 所以当时移民过来的黑人 和本地的黑人和平共处 双方甚至达成共识 我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 政治主张 也要支持反对这个种族隔离制度 支持反对种族歧视 所以纳尔逊曼德拉在这种情况下呢 团结了整个南非的黑人 包括本地黑人以及外来的黑人 最后呢 我们也知道南非改朝患难 纳尔逊曼德拉当初的总统 实现了彩虹之国的梦想 之中 复杂 tal生 故事 这时刻起来的灵状 是闻弱的离瘤 是过来的 是至少的始信 宗在来的地下 是过来的 光 Judy 其实是过来的 是过来的 我们尽量在此 我们也是过去的 我们促选处秩序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 在政治上 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非的很多黑人来说 这是地狱 可是在经济上 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苦不堪言 简直就活不下去了 反而是消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之后 南非的经济面临着诸多困难 首先一个 种族隔离制度消除之后 黑人在民主和政治法治建设这方面 获得了很多的权利 这是毋庸置疑的伟大进步 可是在经济上 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 为什么呢 南非这些年来 他的经济发展几乎是停滞不前 还是原来那套卖资源 或者靠这个 然后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 有的地方失业率甚至高达70% 平均失业率也将近50% 现在南非面临很严峻的挑战 因为这个种族隔离制度 它从制度上消除 那么它是相对容易的 但是你要从这个像经济上 现在这个种族不平等的现象还是存在 那么失业率现在也是居高不下 主要是黑人的青年的失业率 那么现在南非还面临比较高的一个通火膨胀 所以它现在的这种经济的增长率 也是在下挫 而与此同时呢 南非过去赖以生存的一些制造业 却被一些新兴的大国给冲击了七零八落 包括印度 泰国 越南 这些国家 迅速就把南非这方面给垄断了 而且时间一长了呢 南非人也愿意接受 为什么呢 东西便宜了 它能用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得更好的服务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客观上使原来南非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减少 那么这个时候 当南非本土人发现自己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下降 就业机会减少的时候 他没法把怨气撒到印度人和越南人身上 为什么呢 一个是印度人越南人相对有固定的社区 不跟你们掺和 有一定的距离 再一个呢 现在南非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些制造业了 高度的依赖外来的制造业 如果这个时候 你拒绝越南的印度的投资 拒绝这些国家制造业在南非的生存 其实等于自残手足 自己害自己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南非黑人 觉得这日子反而不如过去了 非常不满 就会有点自残的利害